高层是两名小六生的到新绝江商圈去逛街 遇到了五名男子以壮学费为由 强行的推销爱心笔 但是夸张的是呢 当这个被害的学生打开皮包时 这里头的五百块钱竟然被强行给抽走 对方只找回了一百块钱 他们就很不满要求要还钱 没想到男子竟然说就当作是捐献做公益吧 让他们非常的傻眼报警歹人 揽着一头金发的简性少年和两名同伙在警局内 用手紧紧挡住自己的脸不敢见人 接受警方征讯时神情紧张 原来简性少年和同伙18号晚间 在高捷中央公园站出口拦了两名小六生 以赚学费为由退销爱心笔 趁对方一打开皮夹强行抽走五百元 到价钱然后我们以为很便宜 然后以为很便宜 然后之后就那个我同学他就抽出一百块 然后就那个人他就看到他皮包里面有五百块 然后他就直接抽走 然后之后他就找一百块给我们 被害学生后来觉得爱心笔一至一百元太贵了 要求减性少年一伙人退钱 但没想到他们竟然还要求捐献五十元做公益 让学生们很傻眼 就退我们钱他就退我们三百块 然后之后还是觉得太贵了 然后又拿回去退 然后他就说那不然 他就说你们不是想要帮忙吗 那不然你们捐个五十块好了 那些民众发现学生遭到强迫推销 赶紧报警处理 警方赶到现场逮到检性少年和同伙 因为我们招案 我们都一二一把犯人来叫他 现在在我们侦办的过程里头了解 他有涉嫌设置法 抢索强卖强取财务的事实 警方检性少年和同伙都否认强迫推销 但被害学生指振历历 警方在征讯后仍然将他们移送法办 这是网家庆网越方高雄报道 我给大家看